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是建筑师与工程师911事件真相调查组织 在左边你会看到幻灯片 你可以逐步浏览 因为你可能没有时间来理解所有的资料 并且不能很快地吸纳我们所要接触的信息 你也可以观看左边的DVD 你可以购买DVD在线教程 在你彻底信服后 你可以签请愿书 调查911真相的工程师和建筑师的人数再增加 戴特曼并不是阴谋理论家 我们正在试图以专专业的技术来分析911事件中 这些摩天大楼被毁坏的科学证据 首先让技术真相浮现 然后如果有必要 我们再来应对不可避免的阴谋论和其他问题 今晚我们要为大家呈现技术的真相 还有炸药爆破的证据 它们是关于在911事件中 倒塌了世界贸易中心的三个标志性建筑 即标志性的双子塔和神秘的七号大楼 从这夜开始 让我们开始检要回顾那天上午发生的事件 看看那些喷发和撞击 看看那些所谓神话是怎样发生的 在9月11日 我们得知四架客机被劫持 完全偏离航线 一个小时内 其中两架飞机撞到巨大的 世帽中心的钢铁塔楼 因此火灾并导致他们倒塌 这个消息是每个人血阴 并很快地相信了塔楼的大火 温度太高了 导致这些大楼的钢铁结构倒塌 一个神话产生了 官方通过媒体将世界报道给了困惑的工作 使用化的过程部分有 飞机冲击 若干人的燃烧着的飞机燃料 钢铁融化 大楼倒塌和突然爆炸 在仅仅10秒内 110层的大楼忽然倒地化为尘土 从一开始 官方的神话故事 就从这条街上诞生了 不知飞机从哪里来的 恰好冲进了双头塔内 穿到大楼的另一面 并产生爆炸 那时我亲眼目睹了两座大楼的倒塌 一个 然后另一个 主要是由于建筑结构的损坏 因为火势太强了 正是由于飞机的冲击 对这座大楼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加上紧随其后的大火 随终造成了大楼倒塌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 事实是 大楼被许多不同的力量毁了 每种力量都有明显不同的特征 例如火灾 与人为控制爆破 对建筑物的影响截然不同 火的本性往往是从一个地方 向另一个地方蔓延 当它们用光燃料 就会蔓延到其他有燃料的地方 留下被燃烧的地方慢慢冷却 所以即使倒塌真的发生 顺便说一句 你会看到 在意外多地火灾中 钢基大楼之中那滚烫的 长期燃烧的大火 也不是引起坍塌的原因 大楼大多会倒塌 倒下的时候是凌乱的 如果你相信的话 大楼可能在一侧被烧毁 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在遇到巨大的阻力时 它们不会直接就坍塌 这些特定的建筑物 坍塌了 在这其中 它们遇到了最小的阻力 或者说它们倒塌了 你可以看到 建筑结构仍旧牢固地支撑着整个大楼 这些建筑结构并没有被分解 还彼此相连 混凝土没有被粉碎成灰尘 坍塌的过程中 遇到了最小的阻力 通常是这样的 这些建筑物爆炸了 目击者听见了爆炸的声音 它们看见了多次闪光 那里浓岩翻滚 混凝土的碎末四处飞溅 这种膨胀的气体快速产生 形成了我们看到了花椰菜形状的烟尘 这是一场人为控制的爆破事故 让我们先关注一下这一类型的爆破 我们有来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例子 我们可以做个比较 因为人为爆破是常用摧毁高楼的方法 这是高层大楼被摧毁时的样子 让我们来看看人为控制爆破的主要特征 首先要对建筑结构的基部进行突然爆破 然后它会一直坍塌到底 因为在之前的爆破中 支撑大楼的柱子被摧毁了 导致大楼以自由落铁的方式坠毁 实际上它需要克服巨大的阻力 即成千上万吨的钢架结构 现在我们也认为了 是全面解体的钢筋结构可以直接装船运输 还有相邻的建筑被轻微损坏 还有目击者听到了声音 看到的爆炸的闪光 巨大的混凝土尘埃云 向四周快速喷发的灰尘 还有机械切割的化学证据 这些都是具有代表性的 它们构成了爆炸破坏的直接和间接证据 有趣的是 这些人为控制爆破的典型特征 没有一个可以用大火来解释 更不用说所有的十个证据了 此外我们会看到政府文件 专家证据 预知和视频资料 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人为控制爆破的假设 这些证据无可置疑 现在让我们看看世贸中心7号大楼 它有47层高 原是我国33座最高建筑中的一个 只有双子塔的一半高度 在与几年来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相比 它真是小屋建大屋了 它没有遭到飞机的撞击 这是在9月11日下午 大约5时20分 倒塌的第三座世贸中心高楼 世贸中心7号大楼遭到从北塔楼飞来的碎片撞击 你可以看到 这里是被碎片冲击的地方 据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所说 在楼的各层一共有8处火灾 这是47层高的世贸中心7号大楼 不要被这个大楼的影子所困惑 大楼的北面在12层 13层 7层都发生火灾 大楼的另一面已经遭受了北塔楼的撞击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有关世贸中心7号大楼的证据 看看是否有和人为控制爆破的典型特征相似 从那是一次突然袭击吗 开始 让我们来听听这位紧急情况应急工作者说的 我们正在看这座大楼 因为它着火了 大楼的底部楼层都着了火 嗯 你知道 我们听到一个像打雷的声音 我们转过身来 吃惊地发现这个大楼是 啊 看起来所有的窗户被一个冲击波全部打碎了 真的很恐怖 然后你知道的 大约有一秒钟 底层内线 然后大楼跟随着倒了下来 我们看见那大楼坍塌到地上 一声像打雷的声音吗 大楼发生震荡了吗 窗户都碎了吗 然后大楼倒了下来 大楼是垂直且对称的倒塌吗 让我们来听听我们最先看到 七号大楼倒塌的丹罗泽的叙述 你现在看到的是俯拍 现在我们将放一段倒塌的录像 我们去看一下这栋大楼倒塌的录像带 太奇异了 令人惊弱难以置信 用你自己的话来形容吧 今天的第三次 我们回顾了那些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很多次的画面 大楼是被事先安置好的炸弹 并需破坏而坍塌的 什么 大楼是被事先安置好的炸弹 并需破坏而坍塌的 丹在第一天后再没有重复这些话 事实上 911后我们没有看到这栋大楼倒下的全过程 让我们看一看 把它与在右边的一个 已知人为控制爆破相比较 大楼在原地坍塌的吗 很可能是这样 一点一点的重叠坍塌直到地面 当时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爆破波吗 大楼的支柱是如何被破坏的 这是7号大楼的平面设计图 若要顺利的使一座大楼整个在原地坍塌 而不是倒塌 就需要拆除中心支柱 因为这样可以使大楼的全部外在架构 轻压在内层结构上 这需要高度的准确性 这是大火所做不到的 在遇到巨大的阻力过程中 大楼仍是以自由落体的方式坍塌吗 你可以看到每一秒钟 大楼的下落动量都在不断地加大 你可以在时间表上标示出下落的距离 它会跟自由落体的曲线几乎完全吻合 这是什么意思 这些柱子必须几乎同时在每层进行移除 并同步计时 因此建筑物实际上在下坠时没有遇到阻力 钢筋结构完全被分解了吗 一个47层高的摩天大楼被压缩到4层 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 那么有爆炸的声音吗 凯文麦克派顿怎么说 他手里拿着无线电走了过来 并且听到像是倒计时的声音 在最后几秒时他放开手 你听到了321 他是说快逃命快逃命 然后就像另外两三秒一样 你听到爆炸声 就像是 它就像一个截然不同的声音 不像是大楼挤压的声音 它像蹦蹦蹦 好像楼层下落和塌陷 就像 你听到地下有轰隆声 几乎你立刻就需要抓住点什么东西 维持平衡 对我来说我知道那是爆炸 在我的意识里毫无疑问 有巨大的碎屑形成的浓烟喷发出来吗 看 在空中混凝土灰尘 以每小时35英里的速度 在各个方向串入街道 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的碎屑团 像云一样在空中卷动着 只有大量的热量才能造成这种现象 比这些楼层上八处火灾 所能产生的热量要多了多 我们有大量的熔铁吗 让我们先从南塔楼开始 这部分是关于世贸中心双子塔和7号大楼的 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告诉我们 这种物质是腹机上残留的被融化的铝 但是 融化的铝看起来像融化的铝 它是银色的 它在光照条件下不发光 当被袭击20天后 大火还在燃烧 并且钢水还在流动 世贸中心结构工程师 莱斯利·罗伯逊说 那是在一次建筑结构工程师会议上 是2001年10月5日 在911事件后一个月 大火在燃烧 融融的金属流淌在大楼的脚下的废墟中 那么第一批救援者和负责灾后拆除工作的承办商怎么说 看见大量钢水 炙热的金属粮已经完全融化 钢水在淌出 钢在流淌 像水一样 他们发现钢水 这位是建筑结构工程师阿巴哈萨·阿斯坦尼 来自加州大学伯克里分校 他已经逼述了到 我看见世贸中心的主粮在融化 在废墟中还出现了一个更不寻常的东西 这个像石头的物体 后来被称作陨石 它由混凝土和钢液构成 所有的这些东西融合在一起 所有的陨石都由高温融合建筑师工程师与所有钢铁打交道的人 汉工从未见过这种剧烈的破坏和这种程度的扭曲 这里是7号大楼的A和B部分 这是北塔楼和南塔楼 这些热点的温度达到华氏1340到1370度 这是最热的办公楼大火的温度 倒塌后 大楼底层表面没有起火 那么我们这是在测量什么 我们是在测量第一批救援者所见到的融融金属 在地面以下四五六层的地方 那里的温度肯定至少是这里的两到三倍 有什么问题吗 艾格称 办公楼大火的温度达到华氏1200度 而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称称 温度因为华氏1800度 对于在世贸中心办公楼大火的温度 我们没有什么证据 但是钢架结构到了2700度左右才开始融化 此处相差了1000到2000度的温度 而产生这些温度的热能 它们又来自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以下的猜想 捋热计 它的温度可达到华氏4500度 让我们来听听约翰格拉斯 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首席工程师 他会告诉我们他关于融融金属的看法 首先我们回到你的基本假设 有大量融铁出现 我知道没有人 没有目击者 绝对没有谁这么说 没有谁知道它 你会在下面看到融铁 铁水 铁水随着通道铁轨流下来 就像你在一个铸造厂 就像火山熔岩 没有目击者这样说 实际上挖出来的是融化成铁水的房梁 没有目击者这样说 地下温度还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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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水顺着墙边往下滴 没有目击者这样说 上面的金属块是融融金属 没有目击者这样说 看见钢水 没有人知道它 这是钢铁的成分融合在一起 铁水 我知道 没有人 没有目击者 绝对没有谁这么说 没有谁知道它 没有谁知道它 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图片 热图像 显示在地下室里测到了这种温度 这里的问题是什么 有人在撒谎 对此我不做多的解释 你可以自己得出结论 然而化学证据呢 是什么产生了融融金属呢 什么又是铝热剂呢 铝热剂是用于军事的一种燃烧剂 铝热剂是铁氧化物 与铝化和生成的复合物 点燃时 会维持剧烈的高温反应 产生出铁液 仅仅2秒内 铝热剂的温度 可以超过华氏4500度 足够将钢筋液化 我们知道 露天大火的温度 不足以融化钢铁 但该塔楼底部却融化了 联邦应急管理局的 弗路C中提到 他们发现 有硫残留在世贸中心的钢铁上 纽约时报把这称为最神秘的事情 硫能稍微降低钢铁的溶点 在钢架表面形成氧化铁和硫化铁 如果将硫和铝热剂混合使用 做混合燃烧物 会生更快的效果 史蒂文琼斯在先前的融融金属上进行了化学分析 他从40磅的融融金属块中得到了一个样本 这是众多陨石中的一块 他发现其中的主要成分是铁 所以我们可以排除铝来自喷气式飞机中的可能性 样本中还有少量的铝、硫、硫、钾 和丰富的蒙、浮 我们知道 过蒙三岩中的蒙常被用作铝热剂的氧化物 浮也用作溶胶凝胶型铝热剂 所有这些似乎都是铝热剂存在的证据 超级铝热剂是凝胶炸药 微小的铝颗粒和氧化铁通过溶胶凝胶法 可以被铸成各种形状 像黏土一样 劳伦斯利物浦实验室对此进行了研究 此发明提供了一种以铝热剂为基础的切割装置 在这里装好铝热剂点燃它 它会将这种钢筋结构成分在一秒内融化 几乎和高能炸药RDX和C4产生一样的效果 当然以上二者在人为控制爆破中更加普遍 如果溶胶凝胶被使用 它们会留下一个非常独特的特征 即E3联本鸡饼丸 事实上在环保署在独理学研究中发现了一种分子 它使之前发现了所有其他分子都相形借助了 即E3联本鸡饼丸 埃里克·史瓦兹说 我们从来没有在任何其他抽样中观测到它 但是有证据证明 吕热剂在世贸中心的尘埃中存在吗 琼斯博士至少获取了四种世贸中心尘埃的样品 一些来自街道对面珍妮特·麦克肯利的公寓 当时窗户向屋内飞溅 房间内都是尘土 另一个样本大概十分钟以后取自布鲁克林大桥 他取出了样本 在上面放了一块磁铁 他发现磁铁上吸附了微小的颗粒 一些是尖角的 一些是正圆的 他们看起来正像这样 实际上通过计算 尘埃中发现了这些球体的重量 他认为在世贸大楼所有尘埃中 大约有十吨这样的微小球状体 其中最大的直径约16英寸 不过大多数都比头发还细 什么东西能产生如此数量惊人的微球体呢 如果整个大楼的主粮和横粮被几千个切割机来切割 这种巨大的压力是无法想象的 你看到的就是这样的 千万或者百万的碎末 那些球体是什么形状的 当一种液体像这样被分散 其表面张力使它形成一个近乎完美的球体 在融化情况下 这些颗粒冷却并随着灰尘 抛落的无处不在 我们观测到了铁蒙 这与已知的铝热剂的特征 基本相匹配 换句话说 我们将之与人为操纵爆破进行比较 琼斯不是唯一发现这些富含铁的微球体的人 美国地质勘探局在做独理学研究时 在所有的灰尘中都发现了它们 它们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 它们把它们扫到了地毯下面 这种形式的钢铁只有一个可能的解释 它是铁溶液在高压下形成的 RJ里在他们的独理学研究中 在德意志银行大楼顶上的尘埃中 发现了富含铁的小球体 琼斯博士认为 这些微量金属结构高浓度存在于灰尘中 如银、铜、蒙、富含铁质的球体 很明显那里曾发生过重要的铝热反应 它可以将此逆向操作 并向我们表明 在铝热器中肯定含有铝、铁氧化物、氧化酮、硝酸心、过猛酸盐 嗯,在世贸大厦上能不能找到未燃尽的铝热剂残片呢? 事实上,琼斯博士确实找到了 铝热剂碎片也吸附于磁铁上 很多 这一片有16英寸长 一边是红色的 一边是灰色的 红色的一面 由细小的氧化铁分子、铝和有机物质形成的 实际上,他对这个东西做了一个X射线光线能谱分析 他发现了其中主要成分是铝、铁、氧气、硅和磁铁 和传统的铝热剂相比较,这就是一块未燃尽的铝热剂 这东西不是在阿富汗的山洞里制造的 从大约2000年开始 劳伦斯利物浦实验室就已经公开发表了这种物质的相关资料 该物质的颗粒如此微小,几乎能瞬间点燃 在氧化铝和氧化铁这两种化学物质的共同作用下 有可能产生巨大的破坏力 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和劳伦斯利物浦实验室 研究了那些微小的铝热剂复合材料 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发现了其他碎片没有完全燃烧 其表面嵌入了很多弧形颗粒 这表明不管出于什么意图和目的 这些球的来源被确定了 琼斯博士和他的科学研究小组 通过X射线光谱分析,鉴定了这些微球体和碎线的成分 主要是铁,还有铝,氧,硅,一三联本,鸡饼丸也被观测到了 这些研究结果与在现场的那些肉眼可见的证据相一致 他说,比如流动的热液态金属提供了强余力的证据 证明了铝热剂反应化合物是被故意放置在世贸大厦和7号大楼里的 这些结论都记录在审查期刊上 这一切都是7号大楼被爆炸破坏的直接证据 我们再看看7号大楼 没有一种现象能用火灾来解释 更别说其他的那些现象了 让我们听听联邦应急管理局的总结 因为它太有趣了 有证据证明高温严重侵蚀了钢铁 包括快速氧化、硫化和随后的金融化 很有趣,记住 办公室大伙不会使钢铁融化 那么什么使钢铁融化了呢? 在高温侵蚀钢铁时形成了硫 这是为我们准备了精力融化的记录 太谢谢了 能够将石心钢铁变成瑞士奶酪 像在7号大楼里的钢架结构的宽圆柱子 他们在文件复录C里做了非常详细的记载 世贸中心7号大楼的火灾具体细节和防污倒塌的原因 现在尚不清楚 什么?不清楚? 最好的假设是大火和偶然的毁坏使大楼彻底坍塌 但它发生的概率非常低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调查和分析 对于那些希望解决之一问题的人来说 不幸的是很多证据已经被毁坏掉了 大约99%的证据被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破坏了 事实上一天要运800车 这是当代历史上最严重的三次坍塌事故 只有250片残骸被保存下来 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至关重要的证据正在去往中国的船上 比尔·曼宁宣称 他是已刊印了125年的防火技术杂志的主编 他召集了很多消防工程师进行相互交流 证明了政府官员对全面科学调查令人惊骇的无知 必须立即停止对证据的破坏 政府应该委任一个掌握全面资源的 具有最高荣誉的专门小组 去进行管理、清理并彻底调查 专家们的证据怎么样 27年来一直研究人为控制爆炮的专家 丹尼·乔文克怎么说 摊他是从下面开始的 他们只是炸飞了支柱 这是人为控制的爆炮事故 这是一群专业人士做的 毋庸置疑他们很专业 7号大楼对他的破坏有人预知吗 听听这些离开7号大楼的建筑工人们 和有些电视新闻中警察的说法 凯文·麦克派顿怎么说 在最后的鸡毛中他放开手 你听到321 到计时这暗示着什么吗 大火能计时撞毁大楼吗 不太可能 事实上 英国广播公司在大楼倒塌 20分钟之前就宣布了 大楼倒塌这一消息 就是这样了 看简史南里就在宣布这件事 他说 锦铃世贸中心的47层 萨勒蒙兄弟大楼 也已经倒塌了 而当时大楼就屹立在他身后 因为曾报道过这些令人困惑的事件 英国广播公司为这严重错误道歉 但他们当时有心灵感应吗 不太可能 在双子塔附近 是否有某种说法在四处传播呢 谁又知道呢 我认为 我们已经证实七号大楼的倒塌 符合人为控制爆破的典型特征 可能激励组织已经进入该大楼了吗 除五角大楼之外 它应该是最安全的建筑之一 如果不是他们做的 那么又是谁呢 就双子塔来说 证据甚至更清晰明了了 意外来讲 人们更加难以相信双子塔的坍塌 是人工控制的爆破事件 因为它太出人意料了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震惊与意外 让我们很难客观冷静地评价 但是如果你想制造一起 看起来是由飞机引起的坍塌事件 你应从喷气式飞机的攻击点上 开始引爆 所以在世贸中心二号楼和一号楼 有人为控制爆破的关键特征 但是其中有一些关键的差异 爆破最先出现在喷气式飞机的撞击点上 而不是在大楼的基部 除此之外 没有出现内部爆破 但是所有的东西都被炸到大楼以外 爆炸后 灰尘四处喷散 由于我们已经对熔融金属中的铝热机 和灰尘中的富含铁的微球体 进行了讨论 我们看看大楼坍塌的开始 证据是什么 又是如何产生了呢 爆炸的声音和闪光使人们想到了什么 118名消防员亲眼目睹了爆炸声音和闪光吗 我们感觉到地面在震动 你可以看到双子塔在晃动 然后就倒了下来 突然地面开始晃动 我站立不稳 在第一座塔楼倒下之前 我感觉到地面在震动 在世贸大楼中心附近的某个地方 出现了橙色和红色的闪光 最初只是一闪 然后闪光不停地出现在各个大楼的地方 然后开始爆炸 像电视里演的那样 他们炸火了这些大楼 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爆炸带 砰砰砰砰 那是大楼倒下来的声音 我看见大楼 10到15层之间出现大量的闪烁光源 我看到了不太强烈的闪光 实际上我听到了砰砰声 你知道这是大楼倒塌的声音 它正被炸得四分五裂 而这些人经历了什么 我们开始四散奔逃 大楼开始一层一层的爆炸 好像他们以这一号 已经正好好去推回大楼 碰碰碰 一直倒塌下来 记者们怎么说 他们往往第一天会讲真话 但是此后我们再也没听到我真相 这是怎么回事 任何在电视上看到过 高楼拆除工程的人都会知道 如果你想要拆除一座高楼 必须从它的基础结构下手 才能使它倒塌下来 整个大楼倒塌了 就好像拆除队设置爆破装置 拆除旧建筑一样 与我们以前看到大楼爆破一样 它成了一堆瓦砾 大楼没了 我再一次听见爆炸声和龙龙声 剧烈的爆炸 才还像雨一样落在我们身上 我们最好逃开 一直都有这种剧烈的爆炸 我们听到在很低的地方 发生的剧烈爆炸 一小时之后又是非常剧烈的爆炸 你认为那是爆炸 还是大楼在倒塌呢 对我来说 它听起来就像爆炸 巨大的爆炸 阿尔伯特·图瑞说又有一场爆炸 一个小时后 在其中一座大楼里 又发生了一场爆炸 按照他的说法 他认为这座大楼里 有爆炸装置 大楼只是砰的炸了 像一枚炸弹也爆炸了 然后又有一场爆炸 人们都在飞奔逃命 声音像开枪 蹦蹦蹦蹦 然后突然听到三声剧烈的爆炸 我离这里有五个街区 但是我听到了爆炸声 像三声炸雷一样 有个重型的爆炸 再次重申 官方没有报道这些爆炸 把这些爆炸和左边我们知道的爆炸 比较一下 向上向外的拱形的彩带 大量的灰尘碎屑 均匀展开 像一个蘑菇 你觉得大楼看起来像重力倒塌吗 让我们看看北塔楼 我想指出的是 你会看到一些爆炸 出现在大楼的顶端 相当奇怪 即将发生的是 整个大楼的顶部 会压缩成原来的一半 它的上半部 在飞机向下撞击之前 就已经被摧毁了 让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爆炸的第一个证据 然后在这里 然后倒塌 当然甚至在大楼倒塌之前 就出现了烟雾 我们来个特写 再看一次 新的燃料 很可能是没有燃烧的 飞机燃料 烧了正望 我们来一个更近的特写 对 烟雾在这儿形成 等等 倒塌一定就从这里向下开始的 这状大楼遭到不对称的凌乱的破坏 对吗 飞机仅从一边进入 倒塌却是完全对称的 从现在起 使用坍塌一词 我们将使用引号 我们继续 再来一次 像消耗员看见那样 大楼周围不断爆炸 天线先倒了下来 表明核心的支柱已经被首先破坏 我们来从下向上看看这座楼 注意蘑菇银下方的威力 倒塌一定沿着这儿向上爆发 但下面你可以看到 在片刻间爆炸产生的大量灰尘 强有力地喷发出来 第三次 请你注意一下 这一系列的爆炸 同时发生在这座大楼的左侧和角落里 正倒塌的大楼下面大约有40层 过了一会儿 坍塌变得很明显了 不是吗 在大楼外面 倒塌是垂直向下 对称了吗 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说 大楼有207英尺宽 在这个文件中 你们可以看到 残骸区域宽达1200英尺 等距分布在每座塔楼周围 在现场我们看到的是 不对称的破坏与对称的分布 有爆炸引起了分离的高速灰尘流吗 有些人认为这可能是定时爆炸 不管是什么吧 在所有的倒塌爆炸视频中都可以看到 倒塌发生地远离飞机撞击地带 隔着有20到30层远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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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家技术标准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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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由于倒塌的大楼把空气挤入起窃口 而产生了气流 就像一个活塞 空气得从某个地方跑出来 对吗 首先 这些不是气流 它们是质地破碎的建筑材料 它们中的一些达到了每秒160至200英尺的速度 是炸药将它们炸飞的 在20 40和60层以外的地方 怎么会形成活塞呢 事实上 这些喷发几乎都发生在大楼的角落 而且据说这是开放的办公空间 对了60英尺长 电梯起窃口在这儿 活塞会压迫空气进入这个房间 由于压力因素 空气会先均匀地填充房间 然后再打破窗户对吧 然后可能打破若干个 但是不会这么集中 准确 精确 猛烈地喷射 在克服最大阻力的过程中 大楼以禁自由落体的方式坍塌吗 让我们来看看 我们根据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 可以计算一个物体在自由落体时 降落一定距离所需要的时间 距离用地表是 等于16.08乘以平方秒 南塔高1362英尺 1362英尺等于16.08乘以84.7 或9.2秒 双子塔倒下的速度大约是自由落体加速度的三分之二 我们在谈论什么呢 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讨论 我们有一个15层高的大楼 用等同于超过95层气体的起重机来支撑 没有阻力 对 只有空气阻力 旁边另外一座15层大楼被一个容纳了高95层 重为8万吨的钢结构大楼来支撑 我们把杠杆放在起重机上 并使它们同时落下来 今天我带了一个95层高的大楼模型 我们只是打算验证美国国家技术标准局的这个理论 我有两个15层的大楼模型 在这里有8万吨的建筑缸 在这儿有空气阻力 所以我们试一试好吧 我们要把它们放到这儿来 我们可以给它一点小的冲击 3 2 1 噢天啊 没有任何阻力的这个模型 首先撞到的地面 事实上这就是自由落体加速度 这不需要费多大力气 不是吗 这里发生了什么 遇到了阻力的大楼 在能量变形的过程中 停止了坍塌 那座以三分之二自由落体加速度下坠的15层大楼呢 在前两秒钟你看见它小了一半 大楼向外爆炸 这不可能影响大楼向下的进程 在接下来的两秒钟 即坍塌发生的4秒钟之后 大楼完全毁灭 不是什么东西粉碎的大楼 事实是 它在大约三分之二自由落体加速度下 自身发生了分裂 还有钢架结构正在肢解 事实上这些蘑菇云的前缘 人们会看到圆柱 铝层和其他钢铁结构 就分割而言让我们看一看南塔楼 看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南塔就在你的左边 飞机撞击点更低 像你看到的 大楼迅速坍塌 就是从那里开始 它开始向左倾斜 消失在烟雾里 我们希望看到这个已经倾斜了22度的大楼 在失去重心的情况下 继续偏移 在已经偏移的情况 大楼是如何以大约三分之二的自由落体加速度垮塌的呢 我们也没有看到它在人行道上砸乱的堆成一堆 事实上大楼已经完全被分解了 让我们从下往上看 出现了不对称的凌乱的破坏 然而烟雾下面却能看到对称的破坏 围绕了大楼 就像消防员看见的那样 尽管顶部已经倒幅 它却仍保持三分之二的自由落体加速度 对我们而言是讲不通的 事实是钢架结构完全被分解 没有剩下大的建筑块 在大楼周围看到的只有那些碎片 这像由重力引起的倒塌吗 有建筑钢材横向弹射吗 让我们看一看 现在让我们看看双子塔的倒塌 我们正在看到的是爆炸 而不是内向破碎 这在爆破历史上是第一个 当碎片被抛向外面时 有序的笼笼声变成一声轰鸣 破坏是不可避免的 附近大楼的窗户都被炸飞 什么样的能量能使这些发生 大火能把金属和混凝土横向抛入空中吗 这里一大块钢架被扔出了400英尺远 飞进了位移围席界的世界形容中心3号大楼 一个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的摄影师分析了底层的照片 奇怪的是为什么有这么两从附近的大楼伸出 什么能让塔楼的碎片横穿街道 事实上塔楼这个部分有最大的建筑体 这就是空中休息室和机械地板 但是塔楼建筑结构单位比墙体抛出的还要远 在理论上墙体在更高的地方应该扔得更远 对不对 不,事实是这些建筑结构碎片落在了600英尺远的东景花园 那些楼层是什么,是薄煎饼吗 如果一个薄煎饼碎了,下面还有类似的煎饼呢 这是一个七层楼的大厅 现在剩下了大约两层或三层的东西在里面 看看这些东西吧 但我说的是,四五英寸厚,带有金属防水材料的110块混凝土地板 它们每块都有一英亩大小,这些一共110英亩 在底部我们发现了几层废墟,不是50,不是10,一层也没有 在那下面我们甚至没有发现金属防水材料或混凝土 几乎没有任何肉眼可见的块状混凝土 金属防水材料哪去了,混凝土呢 薄煎饼在薄煎饼崩塌时出现了 那么巨大的混凝土碎屑团呢 哦,所有的混凝土到底在哪儿 你看,那没有混凝土,几乎没有混凝土 在你眼前的都是铝合钢材 混凝土哪去了,混凝土被粉碎了 星期二我走过这儿,就像在外星球上一样 整个曼哈顿地区不仅仅是这个现场 是从这条河流到那条河 都有23英寸以后的粉末和灰尘 灰凝土被粉碎了 这名消防员怎么说 有两座110层的办公大楼 但是连一张桌子也看不到 你别想找到一张椅子,或者一个电话,或者一台电脑 我找到的最大的电话残片 只剩一半的键盘了 大约只有这么大 大楼倒塌后,全都变成灰尘了 灰尘几乎飘到了新德西州 横穿河流厚厚的卷动着 在曼哈顿周围铺了一条4-6寸厚的地毯 其中一些破碎成100V米到10米尔那么小的粒子 几乎像化石粉末 粉末是非常非常细的 产生这种碎末的末床在哪里 所有这一切都是人为爆破破坏的直接证据 没有一项可以解释为是火造成的 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的报告怎么说 我们花了20亿美元和等待了三年时间 我们付出了税间用在哪里呢 他们的任务是确定世贸中心1号楼和2号楼倒塌的原因和经过 以及世贸中心7号大楼倒塌的原因和经过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目的 调查的焦点是从飞机撞击的瞬间到导致各塔楼倒塌等一连串事件的顺序 为了简便起见 在报告中这种顺序被称为可能的倒塌顺序 实际上其中没有提到倒塌的结构状态 在倒塌条件具备后 倒塌开始了 他们说这是不可避免的 稍等一会儿 你要花三年时间和2000万美元 你要做出飞机里的每个涡轮的模型 但你却要在实际行动开始之前 停止全面调查 刚一开始你就要演习息鼓了 你打算停止飞机吗 有多少工程师从事这项工作 你得出了什么结论 这是这个报告有一万多页 这是事后用来解释的半页 没有给出任何分析 让我们看看他们的结论 位于撞击地带下方的建筑结构 在大楼倒塌过程中施加了最小的阻力 建筑工程师每天做的就是这些 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可能是因为他们知道大楼根本就不会倒塌 等等 报告的标题是什么 世贸中心大楼倒塌的最终报告 也许我们应该称之为倒塌的开始的最终报告 他们也曾怀疑过自己的理论 他们在回复我们要求详查的信件时 曾承认过这一点 但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满意的结果 对于双塔的倒塌 我们还不能提供全面的解释 谢谢我们也这么认为 专家提供了证据呢 哦 凡罗美罗说 一切安排有序 不太可能是飞机与大楼相撞而造成的偶然事故 这位炸药专家说 在飞机撞击世贸中心之后 还有一些炸药在大楼内 在我看来造成了大楼的倒塌 麦克泰勒一位爆破专家称 那看上去像典型的人微控制爆破 双子塔大楼的倒塌 反映了爆破专家所使用的手法 结果工程师罗恩布鲁克曼怎么说 当世贸中心1号和2号倒塌刚刚开始时 带有尘埃和碎片的爆破云 水平垂直向上升起 并不像高温导致了重力倒塌 威廉莱斯一位建筑工程师 同时也是调查911真相的建筑师 和工程师协会的一份子 那些所谓的流行理论 详实我们相信 双子塔的每个塔楼莫名其妙的自身倒塌 压倒了每层287根柱子 然而坍塌式却保持了自由落体的加速度 好像底下那些10万吨或者共重的 钢架结构不存在一样 建筑师与工程师911真相调查协会的建筑工程师 大卫斯科特说到 禁自由落体倒塌违背了物理定律 这表明了虽然有自身的不同之处 大楼坍塌还是符合典型的人为控制爆破的所有特征 这是典型的人为控制爆破的事件 这些特点中没有一个可以用火来解释 更不用说10个特征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证据 我们必须传播信息 并通知其他每个你可以联系到的建筑师和工程师 和其他你所有认识的人 支持展开新的调查 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911事件的真相呢 哦,看来我们的政府关于大楼倒塌事件是对我们撒了谎 911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强化了这个谎言 联邦应急管理局和美国国家技术标准局则替他辩护 并且所有媒体重复报道使他更可信 我们当时确实没有多少机会来遭到真相 但是现在,今天我们已经证明了911事件中 炸药曾被用来摧毁这三座世贸中心高楼 众所周知这可是需要数月的计划来建立设计和安置这些炸药 你真的认为基地组织进入这些高度安全的建筑物了吗 你今天晚上看过的证据只是主要信息中的一小部分 在我们已收集的911信息真相中只是一小部分 各种问题纷繁杂乱,但他们会在新一轮的调查中得到解答 我鼓励你们去发现那些今晚我没能提供给你们的证据 这需要我们成千上百万的人共同努力 在这项运动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重大的责任 那就是把我们所提供的信息传播出去 设法得到DVD 借给你认识的每一个人 你必须成为真相的传播者 给我们发电子邮件 链接查出真相 告诉你可以联系到的每个建筑师和工程师和你认识的每一个人 我们将在国会大厅聚首 签署请愿书 呼吁新一轮的调查 站起来让他们数一下我们是如此人数众多 大家都可以签建筑师工程师和其他所有人 我们有几类人 你所要做的就是拿到这样一张卡 我们提供给你我们有成千上百的建筑师 我们坚持与你联系 让他们叫我们阴谋的理论家吧 你们要说的是 嘿 建筑师和工程师要求展开一轮新的调查 你怎么认为 成为长期会员并支持我们 你能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 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 资金的匮乏是我们工作受到约束 我们需要得到专业人员的信息 只要一个月十美元 你就可以成为长期会员 911世界真相 建筑师和工程师协会 会一直站在911真相运动的最前沿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成员有必要的可信度 来使人们睁开眼睛关注我们 我们需要把以西横幅DVD宣传册 发到911事件真相运动的真正英雄手上 人们一定会愿意互相传播这个信息 我们追求的是为了美国人民崭新的未来 改变追求真理制定规划 我们需要你们的支持 我们需要行动 事实胜于雄辩 所以去了解并开始传播真相吧 通过我们的网站得到信息 你会得到你所需要的一切资料 在这儿请签请愿书 根据红箭头的标示 成为一位长期会员 在这里真的很简单 我们的政府已经对恐怖袭击和战争威胁 发出了无数警告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大声说出来 因为沉默就是背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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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